大家好 來 各位觀眾 老爹每天都會逛這個交易所 然後逛著逛著 竟然出現 三把這個魔杖 第一把 黑長者魔杖 這把我覺得不怎麼樣 這個可能玩 魔法命中才會用到 我個人不喜歡 也沒有回魔 好嘞 第二把神官魔杖 這把我覺得還不錯 MP回復加5 還可以打不死系 其實蠻適合老爹的 老爹都是敲怪練功的 我覺得這把還不錯 但是 鋼鐵馬娜 這個怎麼看都更強 怎麼看都更適合我 好嘞 可是呢 我們只有8000賺怎麼辦 不緊張 這個有低的我們先廢一下 上電 來 我馬上通知代除 來 全部領取 17萬 終於鎖了 鋼鐵馬娜 三萬四 三萬四吧 哇 然後 五卷 五卷 五卷不夠 好 居然走 哇沒有鎖五耶 靠腰 嘖 沒有鎖五怎麼辦啊 沒關係啦 那就先加五吧 怎麼辦 一 二 三 四 加五 好沒問題 只是 上個屬性 加二 好 試試看好不好用喔 加五鋼鐵馬娜 命中加五 魔法命中加一 魔法征服加一 力量加三 還可以吸魔 那麼我這個 加八馬娜就沒屁用啦 加八這個馬娜就沒有用啦 我們來丟交易所 收藏品 魔法傷害加一 智力加一要加九 魔法傷害加八的要什麼 加九感覺有點難達成耶 我們先丟這個加八的好了 好不好 魔法傷害加一也不錯啦 還是要用紙 來直接登錄 好好上鎖 高鐵馬娜 好像還不錯喔 打布什系的還不錯 不是啦 打布什系的還不錯啦 攻擊力一到十一 相較魔短 魔短是一到五一到三 那鋼鐵馬娜是一到十一喔 MP吸收一樣 力量再加三點 還有加魔法征服率命中 還有魔法命中 好不好 應該是相當不錯的選擇 我們來找看看哪裡的怪物 比較適合測試喔 來 馬以動 移動三樓 直接開敲 好 這樣我們的力量就來到25 近距離傷害39 近距離命中113 13 感覺傷害不錯啊 瞬移一下 好沒問題 鋼鐵馬娜 就是這麼狂 然後 身上還有14萬賺欸 交易所 我來搞一個 4克8箱墊 西偶飾品製作秘籍 2萬8 我賣 製作 西偶的 項鍊吧 靠腰項鍊還是耳環 靠腰 對是項鍊 製作 項鍊在哪裡 好在這邊 好在這邊 4克8箱墊 還差 鑽石 120 寶石啊 靠腰 我賣 我在賣 4克8箱墊 4克8箱墊 1000 4000 5000 1000 2000 2000 4000 4000 5000 5000 4000 4000 5000 5400 然後 魔法防禦也多一點啦 好不好 而且他可以上屬性 我們來給他上個屬性 項鍊 喔 他可以上這個魔法命中 跟PVP魔法傷害 物理防禦 好像都不錯喔 經典 HP加20 靠腰 HP回復加2 又是HP 靠腰 PVP HP 3塊肩扁加1 怎麼那麼賽啊 太好啦 直接 上鎖 好不好 那麼這一件呢 我們就可以丟 交易鎖囉 這個項鍊就可以丟交易鎖囉 收藏品 哇 怎麼不能丟收藏品啊 啊是項鍊才對 好我看一下收藏品喔 可以加什麼 精神加1喔 靠腰 怎麼好像沒有什麼好的素質耶 好不好先登錄吧 加減加啦 加減用啦 好不好這樣我們的裝備 斯克巴項鍊 好 再來 交易鎖 最後一個裝備 智慧耳環 好不好 智慧耳環 跟老爹現在穿的比起來 防禦再加1喔 然後MP回復加2點 全身裝備搞定了 防禦107 那我本來這個 耳環就沒什麼用了 收藏品 MP回復加1喔 跟他北拜喔 好沒問題 再上個屬性 交易鎖 屬性賦與時 前5個 好沒問題 看能不能跟我們的那個 相戀一樣好運喔 剛剛用到PVP傷害減免喔 不錯 HP回復1靠腰 又是HP 最大MP 最大MP 天吶 好運用掉了吧 水屬性康 靠腰啊 又是水屬性 我再買 屬性賦與時 沒問題 再買 至少來個 PVP魔法傷害吧 HP回復 最大MP 哎唷 有沒有搞錯啊 哎 最大HP加10位是最啦 我們起最後一次 我跟你說 我想要看一下 每個屬性有什麼功能耶 像我剛剛用的是 我剛剛用的是這個啊 有傷害減免耶我覺得還不錯 買一顆 紅色的也買一顆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屬性好了 好嘞 PVP近距離 火屬性 真的 真的不太適合 這個還可以 有物理防禦跟減傷 啊這個呢 哦這個完全不行 再點 又是水屬性 哇塞也這麼衰 好了老爹有功自己再慢慢點啦 真的很衰耶 這裡有一個MP回復加1啦 好不好 老爹看一下 真的沒辦法 老爹有空再來一起 不過今天裝備差不多都搞定啦 好 最終 屬性長這樣子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小部影片見 大家 掰掰